我每家心里的五胞胎都平安出生了 一大早这爷俩又在院里嘀嘀咕咕的 好像还生怕别人知道了一样 先是有两只小鸟破壳而出 也不知道是鸟爸还是鸟妈 过来打凉了足足有十分钟 估计也是第一次带孩子 有点不知所措 鸟妈妈出去半天了 还没来 你看饿的都张个大嘴朝着天 朝大嘴朝天 对 好在当妈的急事赶到 这来小家伙不用挨饿了 大概每间隔十分钟左右 鸟妈妈就会带回来食物 喂养着两个刚出生的宝宝 两个小时以后 第三只宝宝也出壳了 没想到他脱离蛋壳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张到大嘴要吃的 看四个小光头了 看到没有 一二三四 还有一个没出壳 不知道鸟妈妈看了这四只 嗷嗷呆哺的幼崽 会不会焦虑 他们带回来